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十一章 遗产分娩 遗产分娩就是俗称的男产 这是产科那么部分最具特色的内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考纲要求 在考纲里边的我们的遗产分娩呢 第一个是要求掌握产力遗产 第二部分是产道遗产 当然产道遗产里边的重点是骨产道的遗产 第三部分是胎胃的遗产 第四部分是遗产分娩的诊治要点 那我在讲述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把这个遗产分娩的诊治要点 也就是作为一个男产的概书 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也就是把这个临床上的诊断思维处理的这种思维和能力呢 先做一个综述 然后再分数三种导致遗产分娩的因素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节 难产的概书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正常分娩的四因素是产力 产道胎儿胎胎胎 当然还有什么呢 精神心理因素 好 那么这是影响分娩的四因素 好 那么这四因素中 任何一个因素的遗产都可能会导致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因素的遗产 也就是说产力产道胎胎胎啊 他们之间的会相互影响啊 会相互影响 比如说产道遗产 好 那么如果说不产道狭窄 好 那么在产生进展中 接下来会导致公缩遗产 比如说公缩乏力啊 当然这个产道遗产也可能会引起的导致这个胎胎遗产 而这个胎胎遗产又可以又可以引发这个公缩的遗产 公缩的乏力啊 好 那么由他们之间会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发生啊 发生难产的时候 主要的临床表现啊 我们说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产生曲线的遗产 一个是在产妇本身的表现 还有一方面呢是胎儿的表现 好 那么其中产生曲线遗产 是难产中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在这一节里边那个重点内容 就是产生的曲线遗产 好 那么产生的曲线 首先我们啊再回顾一下 正常的啊 正常产生图的组成 正常的产生图呢 它是横坐标是代表产生的时间 左边的纵坐标代表光景的扩张程度 从零到十啊 硬变的重坐标代表了胎仙路的下降程度 好 那么通过啊 通过在不同时期 对这个关口的扩张啊 对关口的扩张的这个大小和抬头下降的高低 做一个描述啊 做一个描述记录 然后呢把它连成一个曲线 可以一模了人的啊 可以一模了人的观察一下产生的进展情况 那么所以它是有两条曲线啊 抬头的下降曲线和宫颈的扩张曲线 这两条曲线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产生的啊 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潜伏期的时候是比较慢的啊 那么产生的后半段是明显的加速 这是正常的一个产生曲线 好 产生图 那么在发生遗传分点的时候啊 首先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产生图的遗传 那么这个图就是一个遗传的这个产生曲线 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遗传的一个产生曲线 好 先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实现啊 这个实现代表了一个啊 代表了一个什么呢 正常的啊 正常的一个宫颈的扩张曲线 临产之后正常的宫颈扩张曲线 好 那么再看看这个曲线一啊 这个曲线一呢 啊 可以看出来从公口 从公缩开始到公口 我们以往的概念就是三公分 或者说公口扩张比较慢的这段时间 我们叫做潜伏期啊 潜伏期 那么在这个一啊 这条曲线中可以发现呢 宫颈扩张啊 在潜伏期这段时间用的时间非常的长 用的时间非常的长啊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潜伏期延长啊 从宫颈 从这个规律工作开始到公口到三公分 用了啊 仅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啊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潜伏期延长 好 那么再看一看啊 这个 第二条曲线 第二条曲线呢 啊 第二条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一开始啊 在一开始产生进展的时候 也就是在刚开始 宫颈扩张出于潜伏期的时候 它是出于正常的 但是啊 当宫颈扩张进入活跃期之后啊 它的这个曲线的坡度变缓 那就是需要的时间 需要的时间呢 明显的延长了啊 需要的明显延长 也就是说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 用了十个小时 用了十个小时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这就代表了活跃期延长 好 第三种产生曲线的延长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啊 这个就是从这个曲线可以看出来 宫颈的扩张已经进入了活跃期 但是呢 啊 进入活跃期之后呢 它没有再继续扩张 啊 没有继续扩张 而且呢 是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停滞状态 没有继续往前扩张 这个时间呢 已经远远超过了啊 原来的标准四小时 那么这个就属于什么 活跃期的停滞 活跃期停滞 好 最后一个方面呢 我们再看这个曲线四啊 这个曲线四呢 这个曲线四啊 在这里 就是说当这个公口已经开权了 开打十公分就代表开权进入第二产生了 但是呢 进入第二产生了 就是它呢 时间的持续时间的延长 那就代表是第二产生的一个延长 好 这是从这个产生图 可以啊 可以呢 清楚的啊 看出来 判断出来 它是 那么哪一段啊 出问题了 产生中的哪一个时间段出问题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看相关的概念 这个也是我们在考试中 高聘考点 好 那么来看一看啊 所谓的潜伏期啊 那么需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九板的潜伏期和原来八板以前的潜伏期是有变化的 我们重点的现在是要关注九板的啊 这个潜伏期的标准啊 这个指的就是从临产规律公缩开始到回位期的起点 是工井开大 工口开大四到六公分 这个认为是潜伏期 也就是总体上认为 从规律公缩开始到工井 工口扩张比较慢的时期 我们把它称为潜伏期 好 那么新的标准 所谓的潜伏期延长是 初产妇超过十二十小时 新产妇超过十四小时 我们把它称为 潜伏期的延长 好 那么在做期的时候 可能还会看到一些老的数据是 潜伏期延长呢 一律是按十六小时 那么新的标准是 初产妇超过二十小时 新产妇超过十四小时 那么这个叫潜伏期延长 好 那么再看看啊 第二个是活跃期 好 那么新的标准就是从活跃期的起点 指的是工口开大四到六公分到 工口开全 成为活跃期 总体上也就是认为 这个工口开的比较快的这段时间 把它称为活跃期 好 那么活跃期延长呢 新的标准啊 指的是在这个活跃期 公口的扩张速度 每小时小于0.5公分 每小时小于0.5公分 这个就成为活跃期的延长 成活跃期延长 好 那么这个比新版的啊 比这个老版的数据呢 更用起来更实用一点 好 这是老的数据是从三到十脚 活跃期啊 延长指的超过八二十脚 活跃期延长 那么新的标准 只要是啊 进入活跃期之后 工口扩张速度 每小时小于0.5公分 就成为活跃期的延长 好 那么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概念 活跃期的停滞 啊 活跃期的停滞呢 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 破膜之后 工口扩张在 第二个条件 是工口扩张在 6公分 或6公分或6公分之后 啊 如果是第三个条件 如果工缩正常 工口扩张 停止 啊 工口停止扩张 在四小时以上 四小时或以上 把它称为 活跃期停止 如果是对于工缩 欠加的啊 那么 指的是工口扩张 停止 6小时或以上 叫活跃期停止 这是新的 活跃期停止的一个标准 会更严谨 啊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破膜 第二个是工口扩张 在6公分或以上 啊 那么第三个是 看工缩 工缩正常的 那么标准是停止扩张 4小时或以上 如果是工缩 欠加的 那么标准 工口停止扩张 6小时或以上 这个把它称为 活跃期停止 那么诊断呢 更严谨 啊 因为活跃期停止呢 往往是临场 让我们进行 抛工产的一个指针 好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看啊 第二产程 第二产程呢 它的标志是 从工口开拳 到胎儿免出 这个和原来的数据 是一样的啊 那么第二产程的 移偿呢 包括了 抬头下降的延缓 抬头下降的停滞 和第二产程的延长 啊 其中 抬头下降的延缓 和停滞 在八板以前呢 啊 那么 标准是认为 活跃期的啊 活跃期之后 活跃期的后半期 就可以啊 就可以 呃 对于抬头下降 延缓和停滞呢 呃 出现一场 可以做诊断 那么现在呢 九板的标准是 抬头下降和延缓和停滞 必须在第二产程 也就是 进入第二产程之后 如果是 初产负 抬头下降速度 每小时 小于一厘米 经产负 每小时 小于 两厘米 那么这个叫 抬头下降延缓 好 那抬头下降停滞呢 只在是 进入第二产程之后 胎先路 停在原处不降 超过一小时 这个叫做 抬头下降的停滞 啊 所以这个新的标准是 按第二 进入第二产程 来进行判断的 好 那第二产程的延长呢 也和原来的 有很大的变化 啊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没有实施 应模外麻醉的 初产负是超过三小时 经产负超过两小时 这个叫第二产程延长 那如果实施了应模外麻醉 因为这个毕竟会对公缩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个要求是初产负超过四小时 经产负超过三小时 这个产程没有进展的 叫第二产程的延长 第二产程的延长 啊 所以在做题的时候 大家可能碰到老题的话 需要注意一下 老的题可能还是按老的标准来判断的 但是呃 在以后的考试中 可能更多倾向于按九版教材的一个标准啊 所以第二产生的异常 应该是包括了这三种异常 抬头下降的延缓停滞和第二产程的延长 好 那下边我们来做两道题 感受一下 好 26岁的初产妇 内生40周 逐月是吧 于晨4点临产 次日2点啊 也就是到第二天的早晨2点 公口开大2公分 啊 那么从 当天早晨的4点 到第二天早晨的这个2点 这经历的啊 经历的时间呢 已经经历了多少时间呢 22个小时了 同时又是一个初产妇 那么他的公口开大2公分 也就是从临产啊 规律工作开始到公口开大到4到6公分 这个时间段应该属于什么 是不是属于潜伏期 而且呢 初产妇潜伏期那性的标准是超过20小时 这个产妇已经22小时了 所以说应该是潜伏期的延长 好 那么再看第二题啊 初产妇 内生39周 余晨4点临产 10点公口开大4公分啊 那么4点到10点 这个时间段的6个小时呢 公口开大4公分 已经从潜伏期进入活跃期 潜伏期是没有问题的啊 产生图显示明显加速 啊 明显加速 那明显加速就代表我们说产生途中 这个缓慢的阶段就认为是潜伏期 明显加速的阶段就认为是进入了活跃期 那进入活跃期之后呢啊 早上上午10点到晚上的20点 就经历了10个小时的时间 10个小时呢 公口有原来的4公分 开大到7公分 好 那么在活跃期 每小时开大小于0.5公分 我们就认为是活跃期的延长 所以这个第二期的诊断应该是D 应该是符合D的一个诊断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母体的表现啊 那母体的表现呢 这个由于啊 这个难产会导致产程延长 是吧 那么产妇呢 就是表现为全身衰竭 一个是全身衰竭的表现 那么全身衰竭呢 就是表现由于产程的延长 这个产妇就表现烦躁不安 体力衰竭影响他的近视休息 好 那么严重的就可以导致脱水 三中毒 电解之紊乱 好 那么由于产程的延长 开线路的下降 延缓停滞 那么压迫了肠管和前边的膀胱 那么这个产妇就会有肠胀气 尿珠瘤 啊 这样的感觉 啊 这样的表现 好 那么再看一看 母体的表现 第二个是产科的情况 好 这个 对于发生难产的时候啊 此功的收缩 往往表现为乏力更多见 乏力更多见啊 如果是由于说功素使用不当 也可能表现为过强过贫 好 那么在发生难产的时候 宫颈啊 宫颈呢 由于胎仙路的下降 延缓或停滞啊 延缓或停滞 那么影响局部的血液的回流 所以可以导致宫颈的水肿 宫颈水肿 宫颈就会变得很硬 从而导致宫颈的扩张 缓慢 甚至停滞 好 那么产成了 异常还表现在胎仙路的下降 延缓或停滞 好 那么严重的时候 如果产到有耕足啊 产到耕足 胎仙路的下降延缓停滞 而这个功缩会导致 子宫的上段越变越厚 下段越拉越长 越拉越薄 那么就会出现所谓的 病理性缩复环啊 在子宫的上下段之间出现一个病理性的缩复环 好 这个时候子宫下段会有压痛 导尿会有血尿 等等这些先兆子宫破裂的表现 好 这些都可以在产程中出现 如果是 头喷不趁火胎人一场的时候 好 那么如果是因为头喷不趁火胎人一场导致难产 那么 胎仙路 与骨盆之间有空隙 胎仙路 因为这个胎仙路呢 不能把这个软产道 是吧 堵颜色的啊 比如这是软产道 那么这个他不能把这个软产道堵颜色的话 这样的话呢 那么 这是前养抹囊啊 那么前后养水是交通的啊 这样的话呢 在公缩的时候力量全部通过养水的传导 压在了前养抹囊 所以呢 很容易导致胎膜早破啊 所以 头喷不趁火胎人一场的时候 还容易导致胎膜早破 好 这是啊 产科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再看一看啊 胎儿的表现 好 那么在发生 遗产分娩的时候 胎儿的表现呢 一个是胎头没有衔接 或者是衔接延迟啊 那么新的标准 什么叫做衔接一场呢 就临城以后 胎头高幅 股口扩张 五厘米以上 胎头仍没有衔接 或者才衔接 我们叫衔接一场 那一般来说 胎头没有衔接 或者延迟衔接 往往提示 入口平面 入口平面 有问题啊 可能表现为头喷不称 比如说入口 股喷的入口平面狭窄 或者是 胎头过大 是吧 或者是胎头的 位置一场 好 此胎儿表现 一个表现为胎头 没有衔接 或者是延迟衔接 好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是胎位的一场啊 那么其中这个 胎头位置一场 是导致头位难产的 一个首要原因啊 胎头的位置一场 胎头位置的一场 比如说 可能是什么呢 衔接一场啊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胎头高职位 不均请位 是因为胎头的 衔接一场 会导致头位难产啊 还有呢 到了中骨盆啊 到了中骨盆呢 如果是内旋转瘦组 中骨盆狭窄 造成内旋转瘦组 那么 这个胎位表现为持续性的 整横位 整后位 也可以导致 头位的难产 好 还有呢 一些胎头姿势的一场 比如说胎头呢 它不是以 半夫区的啊 这种姿势入盆 而是成为一个扬伸状态是 前顶骨线路啊 不是正常的胎头呢 应该是一个什么呢 应该是一个 半夫区以后 整骨线路 是个整线路 而这个时候呢 原理姿势一场啊 表现为前顶线路 额线路啊 或者是面线路 好 那么还有一些呢 胎头表现为侧区 也就是歪脖啊 表现为呢 前不均倾 那这样的胎头的位置一场呢 也是导致啊 难产的一个首要原因了 同时呢 这个在胎儿就表现为胎位的一场 胎位一场 那么胎位的一场就导致 胎头的下降受阻 光景的扩张就会延缓 甚至停滞 从而啊 导致激发性的公缩乏力 好 那么胎的一场还表现在 胎头的水肿 或者是血肿 产生气呢 缓慢和停止的时候呢 胎线路部的软组织 长时间受到产道的挤压或牵浪 甚至是 甚至是胎头的骨膜下血管破裂 长时间受到产道的挤压 影响的血液循环 就可以形成胎头的水肿 也俗称的是产流 那么如果是啊 这个受到的轻拉式骨膜下的血管破裂 也可以发生头皮血肿 这是在 难产的时候也可以表现为胎 胎儿的表现表现胎头的水肿 或者是血肿 好 那么如果是啊 胎头的颅骨股缝 过度的重叠 往往其实 这个存在着明显的头昏不称 因为在分娩的过程中 正常的啊 这个胎儿在分娩的过程中 通过这个颅骨股缝的轻度重叠 它可以缩小胎头的体积 有利胎儿免出 但如果是股产道狭窄 导致产生延长的时候 胎儿的颅骨缝过度重叠 表明存在着明显的头昏不称 好 这是在胎儿也可以 由于颅骨股缝的过度重叠 也提示着存在着啊 这个头昏不称 那么胎儿窘迫啊 产生延长 尤其是第二产生延长 导致胎儿缺氧 胎儿对上能力下降 也可以出现胎儿窘迫 好 这是在胎儿方面的表现 可以就五个方面的表现 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好 那下面我们看一看啊 异常分娩的处理 原则上是以预防为主啊 预防为主 在产前呢 应该充分的评估啊 充分的评估 胎儿的大小骨盆的大小 头盆关系是否相称啊 这样的话呢 决定啊 综合分析来决定分娩方式啊 总体来说呢 是呃 我们要综合评估 综合评估呃 产力 产道 胎儿 胎位啊 然后呢 通过综合分析决定分娩方式 好 那么来看一看啊 经阴道市产的一些条件啊 前提是没有明显的 头盆不称 没有明显的头盆不称 那么原则上是可以 经阴道市产的 但是呢 呃 那么在临床上啊 需要注意一下 经阴道市产 我们为了避免随意诊断为难产 啊 也就是难产不要轻易下诊断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产生在宫颈扩张四厘米之前 不要轻易的随意的诊断为难产 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 那么在人工破墨和收工素 比如说在 这个 第一产生中啊 通过我们使用 采用人工破墨和收工素之后 如果产生进展仍然不顺利 这个时候才可以诊断难产 好 这是对于啊 经阴道市产呢 我们说没有头盆不称 原则上可以尽量的 经阴道市产啊 但是呢 也避免随意诊断难产呢 要注意 第一产生工程扩张四厘米之前 不要轻易下难产的诊断 第二个就是 经过采取了人工破墨和收工素以后 如果产生进展仍然不顺利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难产的诊断 好 那接下来 这个点啊 抛工产的指征啊 抛工产的指征呢 其实就是对造成造成这个什么 异常分娩的啊 那么产力产到胎儿一些 一些所有因素的一个概括型的总结 这也是啊 我们在考试中用的最多的啊 设计考点最多的地方 所以这个需要留意记一下啊 那也就是说 那么在产生工出现什么情况 是抛工产的指征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情况是一旦发现严重的胎位异常啊 那么指的是哪些呢 比如说胎头称高职厚位 前不经群位 科线路啊 科线路啊 这个额线路和科后位啊 就是一旦出现这些胎位异常 我们认为是严重的胎位异常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抛工产的指征 就停止引导市场啊 所以这个重点记一下 这几种严重的胎位异常 那在后面啊 在后面的内容 我们会分别再讲到 好 我们再看一下啊 如果是这个骨盆啊 骨盆的问题的话 绝对性狭窄 或者是胎而过大 造成了明显头盆不称 也就明显头盆不称 也是抛工产的指征 好 那么对于这个 签线路 以及呢 囤线路里面的足线路 这也是抛工产的指征 这也是抛工产的指征 好 这是第二个方面 满足炮工产的指征 主要是建于这些方面啊 那么再看看产力一场啊 当这个公缩过强 发生病理性缩幅环 它本身就是先兆死攻破的一个重要征兆 那么这个时候 不论它是否生活 那我们应该在抑制工作的同时 立即行抛工产 好 那么第四个情况就产程中 如果出现了胎而窘迫 而产程还处在第一产程 就工口没开权 已经出现胎而窘迫 那么这个时候 同时胎头的位置又比较高 在坐骨机上两公分以上 我们就要考虑抛工产 考虑抛工产 好 这些都是在这个遗传分娩过程中 遇到这些情况 都是进行抛工产的指征 第一个是胎位的遗传 胎位的遗传 严重的胎位遗传 这四种遗传的胎位 需要留意记一下 需要 一个是高支后卫 前部军请卫 额先路 可后卫 好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 明显的偷奔不称 明显的偷奔不称 或者是尖先路 以及屯先路里面的足先路 这都是抛工产的一个指征 好 那么由于产力异偿 导致发生 这个病理性缩孵环 这种先到症状的时候 需要立即抛工产 好 第四种就是产程中 如果出现胎尔窘迫 而工口 没有开权 它的位置在 它的位置在正二以上 座部级上 正二以上的话 在座部级水平的正二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考虑什么呢 行抛工产数 这是抛工产的指征 好 那么对于遗传产程 对于遗传产程呢 那么在临床上的常规处理呢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把潜伏期 活跃期延长和第二产程延长的 常规处理方案 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首先我们看一看 一旦在产程中诊断为潜伏期延长 那一般来说 要采取哪些措施呢 好 如果诊断为潜伏期延长 而且呢 这个时候工口大概是 这个开大是零到三公分 这个潜伏期的时间呢 达到了八个小时 达到了八个小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首先采取 给这个产妇 基柱排提定 基柱排提定 通过基柱排提定呢 那么让这个产妇呢 充分的休息 充分的休息 那么进行观察 那么如果观察之后 如果观察之后呢 这个 产程进展不顺利 那么当然有一部分 给了排提定之后呢 很快的就会进入了活跃期 好 那假如基柱排提定之后 经过观察产程 仍然没有进展 仍然没有进展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怎么样呢 就可以用第二招 给什么呢 给于说工素 境外滴入 当然给说工素 境外滴入 有很多要求 那在后面的内容 我们会陆续给大家介绍到 好 如果是啊 如果是给了缩工素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的效果 还不是很明显 同时呢 啊 关口开大 已经达到三公分或以上 而这个两到三 两到四个小时的 宫颈扩张没有进展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配合人工破膜 加境外滴入缩工素 这是第三招啊 第三招 也就是说 如果是在产生中 表现为潜伏期延长 经过诊断为潜伏期延长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用三项措施 逐步展开实施 首先啊 首先可以给产妇肌肉注射拍提定 肌肉注射拍提定之后 如果是一部分啊 产妇就可能会进入活跃期 进入活跃期 如果是产生进展 不顺利或者没有进展 这个时候可以用第二个措施 给予缩工素 静外滴入啊 那么如果是给了缩工素之后 两到四小时 宫颈扩张没有进展 而关口开大在三公分或以上 这个时候呢 可以进行人工破膜 加静外滴入缩工素啊 一般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呢 往往都可以进入下一个啊 下一个时期 那么我们再看看啊 如果是呃 在产生东 一个产妇表现为活跃期遗偿 也有诊断为活跃期的遗偿 那接下来的处理措施 首先啊 首先呢 做阴道检查 了解骨盆的情况 了解骨盆的情况和台方位 如果说没有明显的头喷不撑 也没有严重的抬头位置遗偿 那在活跃期遗偿 主要给予的措施 就是人工破膜 加静外地主缩工素 大多数可以顺利的进入第二产生 好 如果说经过检查了解 发现呢 是存在着什么呢 活跃期的遗偿是由于整横位 或整横位 整横位所致 那么这个时候主要猜的措施是 手转抬头 胶正台方位 把它转为正诊前 转为正诊前 好 那么如果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 顺利进入第二产生 那就进一步的观察 如果是经过人工破膜和静力缩工素 或者手转抬头以后呢 还表现为活跃期的停滞 活跃期的停滞 并没有顺利进入第二产生 那么此时所採取的措施是 抛工产 或者说进入活跃期 诊断后期一场之后呢 经过阴道检查 经过阴道检查呢 了解到它存在着明显的 头盆不称 那么主要的措施 仍然是抛工产 所以可以看到了啊 在活跃期一场 抛工产的指争 一个是经过检查 确实有明显的头盆不称 那就直接抛工产 或者说是出现了活跃期停滞 那也是抛工产 好 这是活跃期一场 也就是两招 第一招呢 就是没有明显的头盆不称 和胎位一场的话 那就是人工破膜 加收工素 好 如果有水性整横位 或整后位 那就是手转抬头 胶正抬方位 好 那么再看一看啊 如果是进入第二产程 在第二产程出现了 第二产程的 遗偿 好 那么来看看 主要采取的措施 常规措施 如果是没有头盆不称 和严重的抬头位置遗偿 那么主要的措施 可以让产户 摒弃用力 同时继续用收工素 加强产力 加强产力 好 那么如果是在第二产程 在第二产程呢 还是因为抬头是整横位 或整后位所致 那么我们的措施 还是手转抬头为整前卫 那么在第二产程 同样的啊 还可以啊 当抬头在座骨极下三公分 就是S大于 大于等于正三啊 那么可以通过产前或胎息 引导铸面 引导铸面 那么在第二产程 如果经过处理以后 抬头下降 没有进展 这个S还是小于正二 也就是在 抬头最低点 还在坐骨极啊 水平正二以上 在坐骨极下啊 在坐骨极正二水平以上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指证就是抛工产啊 抛工产 好 所以第二产程的异常呢 如果还是在第二产程 发现明显的投奔不正 也是抛工产 或者是在第二产程 经过处理啊 经过用收工素 或者手转胎位处理之后呢 抬头下降仍然没有进展 而且S小于正二 那么就抛工产啊 如果是在第二产程 经过处理之后呢 工口啊 这个时候S是在正三或以上 就抬头位置已经比较低了 这个时候可以行产前或胎息 进行阴道铸面啊 阴道铸面 好 这是一旦诊断为这个产程曲线遗偿 那么在潜伏期 活跃期 还有第二产程遗偿呢 一个常规的处理这个思路 就是按这个思路来进行的 那么考试也基本上是按这个方案来进行考试的 好 那么最后总结啊 这个遗偿分点 也就我们促成的难产 经阴道分点的处理措施 基本上就是这四大措施 第一招 也就是在潜伏期 发现潜伏期延长 确诊的潜伏期延长 一般我们首先会给予拍滴滴 肌肉注射 好 如果仍没有进展 那么第二招就是用说公速进低 或者 达到啊 人工破膜的条件 公口开大在三公分或以上 抬头已经衔接 那么可以 可以怎么样 可以配合人工破膜加进低受公速 好 那么第三招就是对于有持续性整合位 整合位的 那么在活位期 活位期或者第二产程 那么可以通过手转开头 来纠正 好 第四招就是 对于第二产程 对于第二产程呢 出现延长 而且呢 开头位置已经在 坐骨极下 正三 以上也有S大于等于正三 那我们可以用 阴道助产 就产前或胎头吸引 来助免 好 这是 总体来说啊 经阴道分娩的难产的处理措施 大概就是这四方面的措施 总结起来就简单的说 是这四方面的措施 好 那么有关这个 遗产分娩的一个 诊治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 来学习啊 导致啊 遗产分娩的 产力 产道和胎儿 遗产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产力遗产 好 那么产力遗产的分类 产力遗产 我们说产力遗产 主要指的是子宫的收缩力遗产 那么子宫的收缩力遗产呢 我们又分为子宫的收缩乏力和过强 当然最重要的是公缩乏力 这也是在临床最常见的是 公缩乏力 那公缩乏力又可以分为协调性公缩乏力和不协调性公缩乏力 而公缩过强也可以分为协调性的和不协调性的 协调性的公缩乏力又可以分为产道无耕组时的急产 和产道无耕组时的表现为的病理性缩乏力 那不协调性公缩乏力呢 所以公缩乏力当然是保持的重点 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反射性的加强公缩 所以呢 就容易导致啊 即发性的公缩乏力 可能临场刚开始的公缩是正常的 但是啊 随着场的进展就会出现公缩乏力 好 那么第二个因素是局部的因素 比如说子宫肌纤维的过度伸展 像这个羊水过多 是吧 巨大胎儿多胎人身 子宫肌纤维过度伸展 那么在收缩的时候就没劲了 就会表现为乏力 还有呢 子宫的发育不良子宫肌型子宫肌瘤 它也会影响公缩啊 也可以导致公缩乏力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属于原发性公缩乏力啊 因你的原发性公缩乏力 好 第三个方面呢 精神因素 精神过度紧张 睡眠少 进食不足 也会影响公缩 导致乏力 和腰肉的影响啊 临产后呢 使用大量的震惊剂 震痛剂 抑制了公缩 也可以导致公缩乏力 那么其他的内分泌的失调 内分泌的失调呢 也是导致公缩乏力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这个 这个引起公缩的一些内分泌物质减少 同时呢 关口扩张的一个缓慢 这都是引发公缩乏力的一些内分泌因素 当然 最常见的 最主要的还是 头盆不衬 或者是 胎位异常 好 那下边我们来看一个考题 感受一下啊 关于异常分泌 产力异常 这个病因不正确的叙述是 头盆不衬或胎位异常 导致胎线路的下降受阻 那么胎线路的下降受阻呢 不能紧贴子宫下断 这样的话呢 不能反射性的加强公缩 所以呢是导致一个激发性公缩乏力 这个是对的 B选项 子宫的因素 子宫基纤维过度伸展 那么过度伸展 后期就会导致回缩乏力 产服的恐惧是精神因素 也可以导致公缩乏力 那么 洋水过少 洋水过多 可以导致基纤维过度伸展 而引发公缩乏力 洋水过少呢 不是 林产服使用增尖器 也会抑制公缩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选的是 递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公缩乏力 对母儿的影响 好 公缩乏力对产父的影响 由于导致产生延长 那么产父呢 疲乏无力 影响产父的进食 进水 是吧 消息 所以产父会感到疲乏无力 同时呢 胆心率的下降 停滞 再加上啊 这个肠道的植物 实际功能紊乱 所以这个产父 往有肠胀器 弹尿困难 尿猪瘤 又进一步的影响了 公缩 那么 严重的时候 这个产父可以发生脱腰水 酸中毒 惦记着紊乱的低加血症 好 第二产生延长呢 如果在第二产生延长 因为这个胎心路 已经降到骨盆底 这个骨盆底的软组织 长时间的受压 可以造成局部的缺血 甚至坏死 最后可以形成尿漏 那么由于公缩乏力 在产后呢 不能压迫子宫螺旋小动脉 那就不能有效的 这个压迫血动止血 所以容易去产后出血 产后出血呢 接下来就抵抗力下降 容易激发产后 带来产后感染 好 这是对产父的影响 那么对胎儿的影响呢 协调性工作法力 它是产生延长 那么就会增加手术产的机会 对胎儿是不利的 不协调性工作法力呢 由于不协调性工作法力呢 在工作的间歇期 子宫壁 不能完全松弛 那么影响子宫胎盘的血供 所以容易导致胎儿发生窘迫 另外呢 由于这个胎位移偿 由于胎位移偿的话 本身也容易导致胎膜早破 而这个胎膜早破又容易 又容易怎么样造成这个 其他受压或脱锤出现 胎儿窘迫 这是对母儿的一个影响 对母儿的影响 我们可以用这个示意图盖回去 对产父的影响 首先是产生的延长 甚至停滞 好 那么到了第二产城 是吧 长时间的压迫困离的组织 可以造成这个生殖道路 那么到了第三产城 第三产城呢 子宫收缩乏力 就容易发生产后出血 产入感染 当然手术产率明显增加 对胎儿的影响呢 主要是宫内窘迫 尤其是不协调性宫缩乏力 那么出生以后 新生发生窒息 死产 好 由于产生延长呢 可能会采用助产 产前呀 或者胎息 那么就有可能导致 这个产伤 好 这是他对母儿的一个影响 好 那我们下面看 感受一个考题 与子宫收缩乏力 无关的项目 产生延长停滞 这是可以造成的一个影响 产后出血 供收缩乏力 倒是产后出血 胎儿窘迫 死产 新生窒息 这也是 好 产后出血 就容易发生产入感染 好 产腹的身体虚弱 抵抗力下降 那么胎膜早破 胎膜早破呢 给公缩法律 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应该选D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公缩法律的临床特点和诊断 公缩法律呢 分两种啊 一种是协调性公缩法律 那么一种呢 是不协定公缩法律啊 协定公缩法律呢 我们也把它称为低张性 也就是说呢 公腔的张力啊 公腔的压力是低的 子宫的张力是低的 叫低张性公缩法律 不协定公缩法律呢 那么公腔的压力是高的啊 子宫张力是高的 叫高张性公缩法律 好 那么两种公缩法律的临床表现 对膜的影响处理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我们首先要把它区分开 我们来看一看啊 协调性公缩法律 也叫低张性公缩法律 它的表现 所谓的协调就是 脐波收缩 仍然具有正常的 节律性 对称性 急性 但就是什么呢 收缩力弱 持续时间短 尖线的时间长 啊 就是收缩力弱 持续的时间短 尖线的时间长 好 那么在公缩高峰的时候 查起的时候呢 手压公底啊 有凹陷 有凹陷 这是一个重要的体征 重要的体征 好 这是它的一个症状 啊 那么从临运来说呢 协调性公缩法律 大多数为 激发性 啊 大多数是激发性的一个 公缩法律 啊 也就是产生刚开始的时候 公缩是正常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更多的原因是由于什么 胎位移偿 或者是骨盆的移偿 也就是头盆 不趁 或者胎位移偿 所以在临产早期的时候 公缩是正常的 往往到了第一产生的 活跃期 的后半期 或者第二产生的时候 表现为 公缩减弱 是产生延长 或停滞 所以 它对产生图的影响 主要是发生在 活跃期 或第二产生 啊 那么就表现为 活跃期延长 第二产生延长 好 胎位移偿就表现为 胎头的下降 延缓 或停滞 好 这是协调性 公缩法律的一个表现 好 那么再看一看 不协调性公缩法律 也叫高章性 所谓的不协调 首先是表现为 公缩的极性倒置 正常的公缩 是起自于两公角 啊 像中线集中 从上往下传导 那在不协调 公缩法律的时候 它的这个公缩 是起自于 子宫的下段 而且表现为 极性倒置于 下段力量强 上段弱 同时呢 在公缩的 间血期 子宫壁 不能完全的松弛 啊 那么这种极性倒置 就带来的公缩 是一个无效公缩 排阶路就是 不能够下降 不能下降 啊 那公口也不能 如期扩张 产妇呢 由于公缩的 间血期 子宫壁 不能完全松弛 所以产妇呢 痛苦比较多 一直感觉下不互 持续性的疼痛 拒案 烦到不安 啊 由于子宫壁 不能完全松弛 那么在产生中呢 子宫 处于啊 这个 一直处于这个 这个收缩 或者不完全松弛状态呢 就会影响对胎儿 胎盘的供血 所以呢 就容易导致 胎儿宫内窘迫啊 容易导致胎儿宫内窘迫 但是不限量工作法力 好 那么在原因上来说 一般都是原发性的 就是产生一开始 啊 而且出产物比较多一点 有的时候可能和精神因素 是有关系的 好 那产生图呢 就表现为 潜伏期延长 啊 主要导致潜伏期延长 啊 这是这两种 公缩乏力的一个 主要区别 的主要区别 好 那下面我们再把这两种 公缩乏力的一些核心考点 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 从原因来说 协调性公缩乏力 大多数因为存在着 头盆不称和台位异常 而且呢 一般都属于激发性的 有产生刚开始的时候 产生早期 公缩是正常的 随着产生的进展出现了公缩乏力 而不协调性公缩乏力呢 我们把它称为高张性公缩乏力啊 它发生的原因呢 一般都是在出产妇年龄过大 过小 精神过于紧张 往往往是原发性的 原发性的啊 那么斜均力公缩乏力 它的特点呢 主要是公缩持续的时间短 尖线的时间长 公缩的力量比较弱 比较弱 而不协调公缩乏力呢 它第一个是表现为 子宫收缩的时候 急性导致下段强 上段弱 而且呢 子宫在间歇期也不能完全松止 表现为持续性的收缩 所以从临床表现来说 公缩高峰的时候 斜均有公缩乏力 那么手压关底有凹陷 正常公缩的时候呢 这个子宫硬无脑门 那么这个时候是没有凹陷的啊 如果有凹陷 其实有斜均有公缩乏力 不需要公缩乏力呢 最主要的是 由于子宫持续性的收缩 子宫呢 就是间歇期的子宫并不能完全放松 所以这个产妇呢 会会怎么样 有感到下腹部 有持续性的腹痛 反倒不然 由于呢 子宫啊 这个在阶线期也没有完全松止 所以表现为胎位摸不清 产妇呢 会有反躁 呼叫 好 那么对膜的影响 啊 实际性的工作法律呢 相对来说对膜的影响的比较小 那不实际的工作法律呢 由于工腔的压力比较高 所以容易发生胎儿窘迫 好 对产生的影响 我们说协调性工作法律主要造成活跃期和第二产生延长 而部位协调性工作法律主要导致潜伏期延长 因为它一开始就表现为公缩的异常 处理啊 处理呢 那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如果产道没有耕阻 就是没有 没有明显的投资不称的话 那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子宫收缩 增强子宫收缩 主要就是两招 第一个就是人工破墨 当然前提是在公口开打三公分或以上 啊 抬头已经衔接 那么第二个就是收工素静脉低度 啊 当然收工素静脉低度呢 一定是只是为协调用公缩法律 对于不协调公缩法律呢 是主要的啊 禁用收工素 那么就是用派提定 或者是马飞主要用派提定 然后呢 让这个产妇充分的休息 休息之后往往会恢复正常的即兴 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考点总结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细细的说一下 公缩法律的处理啊 原则上是要针对导致公缩法律的 病医来进行处理 好 那么来看一下啊 强调用公缩法律 如果是因为头盆不撑 或者是严重的胎位异常 那我们就直接选择抛工产 估计能够接应到分免的 主要的措施就是增强公缩 增强公缩啊 那么增强公缩呢 在不同产生处理措施不一样 那我们先看一般处理啊 首先呢是这个做好心理护理 是不是解除对分娩的心理顾虑和紧张情绪 让产妇充分的休息 进食啊 及时大小便 好 那么及时补充营养和水分 必要的时候呢 静外输液或者给予倒尿 这是一般的处理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啊 这个对潜伏期 对于在潜伏期 第一场的潜伏期就出现了公缩乏力 可以用强的震惊剂 啊 排气定或者马飞 主要用排气定 进入注射 绝大多数 处在潜伏期公缩乏力的 经过出面休息以后 可以自然转入活跃期 好 这是一般的处理 那么来看一看啊 对于 这个协调性公缩乏力 如果没有投盘不撑 没有严重的台位异常 是吧 那我们增强公缩是最主要的措施 好 增强公缩的措施 主要是两个措施 第一个还是人工破膜 第二个是用受工素 好 那么人工破膜的话 它的条件一定要基准了啊 一定是在公口扩张三公分或以上 开头已经衔接 这是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因为这个抬头如果没有衔接啊 比如这是抬头 是吧 这是供给 这是抬膜 如果抬头没有衔接啊 如果抬头没有衔接的话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在人工破膜的话 抬头一旦衔接以后 我们破膜主要是前洋水囊的洋水流出来 如果 抬头没有衔接啊 那么我们一旦破膜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后洋水啊 就前后洋水呢 是交通的 那么大量的洋水流出 可以瞬间把 又同时可以把这个旗带冲出来 可以造成其他的脱水 所以前提是抬头已经衔接 如果是这个没有明显的 头盆不称或胎位异常 这也是人工破膜的一个要求 好 最主要是记住 抬头已经衔接 公口扩大三公分或以上 这个时候出现施态人工作乏力 我们可以选择人工破膜啊 好 那么来看一看 第二个加强公缩的措施呢 是使用缩公素 用缩公素的前提是产道 没耕阻 也就是 头盆要相称 没有头盆不称 没有明显的胎位异常 好 那么缩公素的使用 在第一产生和第二产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使用的方案是 要根据公缩调整缩公素的低速 也就是只能缓慢的境外滴入 那么第三产生使用缩公素 其实主要的是防止产后出血 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主要是在胎间免出以后用缩公素 用了量就比较大了 10到20个单位呢 加入泡堂里境外可以缓慢的推注 这个主要是通过加强公缩 防止产后出血 好 那么第二产生呢 那么使用缩公素的目的呢 是加速产生的进展 好 这是不同产生使用缩公素的方案 和目的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墩强公缩其实呢 就是两招 一个是人工破膜 一个是静低 一个是使用缩公素 那么看人工破膜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好 在人工破膜之前呢 首先啊 要检查胎儿 有没有期待鲜漏 啊 因为期待鲜漏一旦破膜以后 接下来就会发生期待脱锤 这是很危险的啊 第二个就是破膜的时候 啊 应该在什么破膜呢 在工作的间歇期 工作的间歇期 好 破膜之后要做到 一听听胎心 二看看 看羊水的形状 三 三季度破膜的时间 因为破膜时间超过12小时 那么这个时候 产生没有结束 是要用什么呢 是要用抗生素 防感染的 好 这是人工破膜需要注意的事件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说一下 缩公素使用的注意事项 好 缩公素啊 使用的原则 原则是最小的浓度 获得最佳的工作 啊 那么看的用法 好 一般的啊 是叫缩公素2.5个单位 2.5个单位 这个主要值得就是在 这个第一产程 第二产程啊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 在刚开始用缩公素的是2.5个单位啊 加到盐水500毫升里边 啊 这样的话 控制低速呢 是每分钟一到两个毫单位 好 那么这个呢 一到两个这个单位呢 为单位的话就相当于每分钟四到八滴开始 每分钟四到八滴开始啊 好 根据公素强弱进行调整 那么调整的间隔就是说 每过十五到三十分钟啊 根据公素强弱可以每隔十五到三十分钟 然后呢 每次增加每分钟 按增加一到两个微单位 也就相当于 每啊 每分钟增加四到八滴这个低速 最大的剂量不要超过每分钟二十个微单位 这个二十个微单位呢 基本上相当于是 最大不要超过八十滴 一般的临床都是不要超过六十滴 好 那么重点的记忆一下 就去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使用缩公素的方法是 二点五个单位啊 加到五百毫升的这个生理盐水里边 从每分钟四到八滴开始 多少时间来进行调呢 根据公素的强弱 每隔十五到三十分钟 每次增加 每分钟增 每次每分钟增加 一到两个微单位 也就是四到八滴 好 那么维持公素到多少是比较满意的呢 公腔的压力达到五十到六十个毫米公路 但是临床上一般不测 一般不常规测这个公腔的这个压力 那么就是根据这个判断啊 根据临床的这个表现判断 公缩的间隔是两到三分钟 有一次公缩 时续四到六十秒 这个呢是可以进行维持 那么对于这个不敏感的 可以灼清再增加缩公素的给药剂量 好 这是用法 要求用缩公素的时候 应该有人在旁专门守护 要监测 公缩 排心血压以及产生的进展啊 产生的进展 好 那么来看一看 那么评估公缩的方法有哪些 好 第一个就是常规的 就是促诊子宫 在宫底部啊 在宫底部的话 那么处一处这个公缩的强度 以及公缩的持续时间 天下的时间 好 这是第一个 通过临床的这个手感来判断 公缩的情况 第二个呢 就是现在临床用的最多的就是电子胎心监护 通过电子胎心监护 那么来进一步的描述公缩的 公缩的情况 评估公缩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呢 现在就是一种新的方法 在国内用的不太多 但是我们有一个印象 就是公腔内导管测子宫的收缩力 好 那么计算的单位呢 这个M开头我们叫猛式单位 是MU 单位是MU 叫猛式单位 好 这个 这个每次单位的计算呢 它是将十分钟内每次公缩产生的压力相加而得 好 那么看一看 缩公缩剂量加减的依据 加减的依据 首先是根据公缩的情况 调整剂量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十分钟内公缩 大有五次 公缩的时间 一分钟以上 或者有胎心率遗偿 要怎么样 立即停止低注缩公速 这就代表啊 这个用缩公速呢 剂量过大 剂量过大 好 这是需要注意的 好 那么第二 也可以根据什么猛式单位 调整剂量 一般临产的时候 公缩的强度是80到120个单位 啊 那么活用器的时候 大概可以达到200到250个单位 用缩公速复进公缩的时候 应该达到200到300个猛式单位 这个时候才能够引起有效的公缩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用缩公速加减的依据 就是根据公缩的情况来调整 尤其牢记啊 那么在十分钟内公缩在五次以上 每次持续一分钟以上 或者有胎心率异常 要立即停止低注缩公速啊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缩公速使用的注意事项 如果在使用缩公速监测血压升高 发现血压升高 使用缩公速的过程血压升高 应该减慢缩公速的低度速度 好 由于缩公速呢 本身有抗烈尿的作用 会导致水的重吸收增加 出现尿少 所以要用缩公速要警惕水中毒的发生 好 那么第三个就是有明显产道根组和斑痕子宫 这是不能用缩公速的 是缩公速的一个禁忌症 好 那么外沿性的缩公速 也就是我们给的这个药物啊 给的这个缩公速的药物呢 在母体血中的半衰期呢 是一到六分钟 半衰期非常短 所以呢 它的特点停药以后 往往能够迅速好转 必要的时候就是家用正义 尤其是在 使用缩公速造成公缩过强的时候 那么 大多数是停药后能够迅速好转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严密监测 公缩血压 开心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非常有必要 好 那总体来说 我们把这个协调性公缩乏力的处理 因为这是考试的一个重点 好 那么在不同产程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在概括里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在第一产程 第一产程呢 对协调性公缩乏力 主要采取的措施 就是两大措施 第一个是人工破膜 第二个是经营低缩公速 人工破膜 一定要符合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一个是公口开大载三公分或以上 第二个是胎头已经衔接 胎头已经衔接 而且呢 也没有头盆不称 这个时候破膜才是安全的 好 那么天脉低的缩公速呢 应该是 肯定是胎位正常 头盆相称 胎性良好 这才可以境外低度缩公速 好 那么在 第二产程 第二产程中 如果是出现了公缩乏力 继续境外低度缩公速 加强公缩 同时可以让产妇摒弃用力 好 那么在第三产程 使用三公速的主要目的呢 是预防产后出血 因为公缩乏力会导致 这个产妇的产后出血 好 所以第三产程 主要用缩公速预防产后出血 那么使用的方法和第二产程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在胎儿的胎肩免出的时候 就可以给收工速10到20个单位 10到20个单位 加入泡泡糖 里边呢 静脉推注 静脉推注 好 另外对于这个产程长破膜时间过久 比较超过12小时的 以及手术产的 我们可以在第三产程的用抗生素 适当的来预防感染 好 这是协调性公缩乏力的处理 在不同产程呢 来处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不协调性公缩乏力的处理 不协调性公缩乏力的 我们的原则是调节公缩 恢复它倒置的急性 是吧 严禁应用说工素 用说工素会帮到吗 所以严禁用说工素 那么主要的处理就是给予派提定 一般是给派提定啊 那么或者马飞也可以 给予派提定100毫克机油注射 一般来说呢 这个产妇呢 睡一觉醒来之后 大多数都能够转化为协调性的 转化为协调性的公缩 如果是经过上述处理 这个不协调性公缩乏力 没有得到纠正 或者是出现贪恶窘迫 或者又头门不撑 那就怎么样 抛工产 这是不协调性公缩乏力的处理 好 那下面我们来感受一下考题 出产放28岁 妊娠38周 足月 足月是吧 昨晚6点起 有腹部阵痛啊 有阵痛就说明临产 是吧 有规律公缩了 一夜未睡 休息没休息好 精神就诊 这从昨晚6点到今天早上 也肯定十几个小时了 是吧 精神疲惫 现在公缩呢 公缩的时间只有10到20秒 因为正常临场的公缩应该是持续30秒 是吧 间隔的是5到6分钟 现在间隔是10到15分钟 公缩弱 那就存在着公缩乏力 刚查呢 是个头线漏 但是还没有入盆 还没有入盆 公口开大呢 只有一道啊 只有0到1公缩 就刚刚开大一点 已经十几个小时了 公口开大了啊 才这么多 就是1公分左右 前一样某团也不明显 股盆测量 股盆没有问题啊 股盆也没有问题 最恰当的处理措施 那么对于啊 对于这个产妇来说 从头一天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 早晨的早晨就诊 这十几个小时里边呢 这个公口开大还不到1公分 还不到1公分 啊 那么这种情况呢 其实还是考虑什么呢 是不考虑潜伏期的延长啊 考虑一个潜伏期的延长 那么在潜伏期延长 根据啊 潜伏期延长的常规的处理措施 潜伏期延长的话 首先给什么 排提定100毫克 自由注射啊 大多数经过 产妇经过休息以后 产生就会顺利的进展到活跃期 啊 所以应该选哪一个呢 是不是要选低了 好 我们再看这个考题啊 出产26岁 规律工作10小时 临产10小时 S正义 抬头在抬头最低点 缩骨极下一公分 胎膜没有破 胎心呢 啊 胎心是142cm 真左前 胎体重 3500克 骨盆 质量没有一场 胎心 胎位 骨盆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规律 公缩 10个小时 规律公缩 10个小时啊 抬头呢 是一个正义 胎线路的下降啊 抬头的下降呢 现在还是 是一个正义位置呢 还是偏高一些 那么胎膜没有破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合适的处理 啊 这个时候合适的处理 可以怎么样呢 是不是可以考虑什么呢 人工 破膜 可以考虑人工破膜啊 这是正义位置 是 那 呃 我 你